離開了星島,我又想回到中環 但當時我在安泰國說 最好的時機已過,你有沒有老眼你已經認識了 你的訓練都做了CEO 你以前銀行訓練做了CEO,做了董事 你還回到中環做銀行? 難道你跟回你的訓練? 我又是,那怎麼辦? 沒有,真的沒有 這個時候,華其日報有傳出賣盤 那時藍華早報覺得華其日報拖累股價表現 所以買它或收拾它 當時自己勝利充分的頭腦 在電星島方面那麼威風,那麼成功 有些投資基金來找我 說華其日要賣,不如你來做大騎手吧 我們支持你,你再將它轉圈 那時我懶得聰明,太聰明 以為自己真的行 今天又好,又肯出錢 雖然我要出一部份 但我那部份當然給別人 起我來說是一大筆錢 起基金也一樣出最少那份 於是就找了那個 搞了幾個月之後買了華僑回來 那由我負責計算那個 business proposal 計算好了 那些基金馬上博 我說幾個位豪爽 那次有很多錢 那之前我買了那份報紙 一買了回來 就想再用那些星島那招 我發現不行 因為華僑最厲害的就是那些社團 那些教育,文化那些 但是那些沒有錢 那些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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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全部沒有廣告收監 一齊的 那你要推回頭 就很辛苦 那所以唯一的方法 就是穿單 就是要cut cost 很多都cut了 所以後來有一些 埋怨我了 這樣cut了 那盡量省 省本經驗 但是後來就發現原來華僑什麼都沒有 印刷就靠立華早報 本來立華早報的銷量就 不是說中文報紙那麼多 它印好它的機器就先進 它印好了之後 我們印我們都未遲 但是一件事想不到 就是1994年的時候 各樣都歪了 那一年所謂大陸叫剪刀 剪刀是什麼剪刀呢 剪刀成本會一直在上升 我們1994年1月15日入主 之後就是剪刀 新聞資格是一直在上升 但是如果現在你看回頭 資料就明白 當時我還會用那些生業來的 現在很清楚 因為1994年的數字 給大家看 那一年就是1994年第一季之後 就是我買之後 入了華早報之後 樓價和股價慢慢地跌 一直跌下來 於是那邊跌下來 這邊就跌上去 我們還在這個時候買了一張報紙 死去求廣告 周圍都求不到 因為我們的營銷人員 有些新入行的那些 直接對著我哭 鄉先生很慘 都求不到廣告 沒法子 這個我當時知道是大件事 因為每個月都要出糧 紙價這樣升 這樣就掉下來 還有一個問題 偏偏那時候找食報就很好找 南華早部classifier 出到百多元 不知為何那年特別厲害 請人那方面 出了百多元 南華早部印的classifier 印到早上四五點還未印完 那你們出不到 那我就結了 你做過這行 你就知道了 我就死定了 被德強罵到死 我說你出口甚麼都沒用 連五點都未印 那真是慘 那時候發行那方面 沒法子做得好 今天有幾個問題出現 後來我們又要想辦法 給了華爾街印 華爾街不印中文報紙 印那時候又不太好 所以文作方面一直都不相信 南華早部雖然都叫做姊妹 我們那時候還在南華早部大廈 但是南華早部印銀紙 Castify 即是印銀紙 沒有理由給你印 他沒有理由給你印 他印銀紙 那些是錢 南華早部那時候賺六億多 空前絕後 現在他還未賺那麼多 雖然南華早部賺六億多 你拿甚麼錢 沒有東西的 於是我們雖然在這六萬努力 改善蝙蝠改善內容 但是我們的錢一直都是這樣 你知道辦報紙沒有廣告沙漏 是很慘的 因為辦報紙有四大成本 第一是人工 第二是紙錢 第三是奧物 第四是租金 這四大座山 Fixed Cost 你每天都要付 至於其他錢 還有補費 至於其他錢 即是人工 人工 至於其他錢 沒有所謂 給你節省 你都是沒用的 你前面這幾樣東西 你怎樣節省都節省不了 節省不了 不然就不斷虧 所以做報紙 如果一過了這個… 即是虧了多少 虧了幾千萬 一過了很久 是的 做傳媒很恐怖 虧了幾千萬 全部都很恐怖 虧了錢 虧了很重要 做報紙都是日日出的 日日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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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花了幾千萬 一年 1995年 1月15日已經走路了 一來去到10月的時候 那些股東已經說 我們不再付錢了 我們隨時清理款了 你好自為自 那就是找賣家 後來有人願意跟我們合作 不過我想現在 這也是無謂講過賣家 有一個賣家談條件 一拍即合 但談法律文件的時候 談了三個月 後來我問我的律師 香港是一間很大的律師樓 現在很熟悉 我問他 為何你談法律文件 可以談那麼久 為甚麼 他說你問對家 我們就… 甚麼問題都沒有 對方的律師 問了很多 我問對方律師 你都沒有什麼問 但說了太久 於是我就想 死活 即是錢 我還說銀行 是否他沒有水賣 可能他也沒有水 可能他已經是水賣光頭 於是他真的到處去查 但是他沒有水 原來他剛才才… 我們迫他 然後說銀行不肯借錢給他 我們就在那裡跳起 說銀行不肯借錢給你 你早點出聲 是的 你是為了面子入出聲 如果你說甚麼都同意了 銀行不肯借錢 我們可以跟你想 我們一班都是做基金 做銀行出生 我們最厲害的就是去找人借錢 你自己的銀行肯借錢給你 我們可以找其他人而已 那時後來有一個瑞典 在外國很久的集團 認識我很久 他說原業主資 但是那時維持二晚 已經連接聖誕節 聖誕節那些人又要放假 又要新年幫人談 我怎麼談 我又要出糧 又要維持 我再搞下去 你們遣散費都沒有 那最後大股東決定 大股東是家裡集團 郭學年他們 家族 郭學年 跟郭學年沒有關係 是家族 但是國學年韓國南組 對 但是韓國說 韓國華喬家族 那麼他們決定 要將他們requid requid 我就說要把所有的稿費費費清 所有的媒體 我才願意欣賞 結果他們說 你們自己和 Ende 這些其他場傳說 總之我又一次一次對不起陸奎明 又犧牲了他 因此陸奎明去做中編集 我那份犧牲了不要緊 但我覺得又犧牲了私底 我真的好過年份 但是原本解決了那件事 大家賺錢 所有的火記、稿費 全部都拿回來了 那你不見了那麼少 那裡就說 如果不是,我今天不用做了 這些… 這些就…